营业新媒体时代的来临 政府官员面对媒体的机会是大大提升 而为了更接地气 行政院人士行政总处公务人力发展学院 特别规划了地方领导研究班 除了请到业界老师授课 这一天也到台数科集团实地的演练课程 针对香烟走私 假新闻充斥以及灾害空污等等的议题 分别模拟了记者会还有录制座谈节目 学员们看看而谈不仅练习应对的技巧 也上了宝贵的一课 5月17号是行政院通过了同婚专案的一个日子 座谈节目开录 扮演来宾的学员们针对同婚法通过 分别发表自己的看法与见解 讨论气氛热烈 这一群来自全台各地的公部门官员 这一天在行政院人士行政总处 公务人力发展学院的安排下 来到台湾数月光训科技集团 了解棚内录影实况 今天担任这个性评议题的主持人工作 也是一种学习 本来是抱着来这边修身养习的一个概念 那来这边以后发现这样子的学习过程 一直在刺激我们成长 也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学习机会 那我们热在学习 也热在跟所有的全县市的 所有的伙伴一起工作 一起学习 真的是非常感恩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那我回去要多多演练 尤其是对着镜子去讲话 那可能随时就要采取看新闻的 看到政论节目的新闻 可能会问到哪些题目呢 那这些题目可能我要想到 我的义务上的紧急应变能力 甚至未来的一个决策 我必须要怎么样去做 座谈的部分可以就是学到蛮多东西的 然后再重新看了一下就是重播的画面之后 可以发现就是自己的一些体态 口条还有整个的状况 都可以会很清楚的知道说 自己要改善的部分在哪里 我觉得真的这个课程很棒 除了棚内座谈实战演练 也规划了模拟记者会 那原最大楼二楼还有十多人受困 针对花莲发生强症或是空无防治等议题 学员们接受记者们犀利的提问 还结合时事进行专访相当逼真 感受最实际的震撼教育 我觉得说霍妈妈 因为真的是第一次 就我个人而言 我是第一次面对有摄影机 有所谓的记者朋友 这样子对我们召开记者会 然后来提问 那因为我本身扮演的角色是市长 那那个感觉是真的跟平常在地方机关 服务的那个情况 发个新闻稿给媒体单位去发稿 不需要去面对媒体是完全是不同的 这是一个很全新的体验 尤其是接受记者的尖锐的访问 我想这个部分在回答方面 可能在技巧上 我觉得还需要再加强 后段表现很差 这个需要再好好的这个练习一下 他们的题目呢 都比较跟时事有关系 像最近的这个 撕烟走私的问题 同婚的问题 还包括假新闻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都很实际 那比较能够测试 他们对于时事的关心 是不是能够接地气 那整体来讲的话 我们这边的设备 让他们有一个实战的演练 让他们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因新媒体时代 政府官员随时充电接地气做好准备 期盼贴近民意 也有助于工部门的各项建设 更顺利推动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可是呢不等 这一集 就先走